梁鹤群在农历年前洗货绫儿 所以梁鹤群可是在月子中心陪老婆过年 而且她吃的大餐还是月子餐 人人好的她也陆陆续续收到了许多艺人朋友的礼物 这一家三口看来相当甜蜜 梁鹤群的老婆在1月27号剖腹生产 让她中年得子洗货绫儿 这段期间刚好碰上农历春节 让她在年节期间都在坐月子中心里面陪老婆坐月子 你去看那个妈妈写的你就知道 没有一天睡着 因为她三四个小时就要吃一次 那你喂完挤完可能一个多小时 然后再睡可能一两个小时 又要起来挤奶喂奶 因为坐月子 所以梁鹤群的老婆三餐都吃坐月子餐 菜色非常固定 附近因为没有餐厅 所以梁鹤群只能跟着坐月子中心的员工 一起吃员工餐 几道家常菜梁鹤群就非常满足 然后她很会挑 因为我们现在就是妈妈的母奶 再配合那个配方奶 两个配合才能达到这个她需要的量 那她前面喝母奶的时候 都喝得很快 那后面她知道是配方奶的时候 她就是会喝得比较慢 梁鹤群在演艺圈里面的人员不错 所以在老婆坐月子期间 许多好朋友都来探望 并送上红包送上礼物 曾经在戏里面扮演她妹妹的郭彩杰 就送上整套的婴儿装 好朋友林志贤跟赵正平 则送上金锁片 希望小孩能够平安健康长大 记者夜卷台北报导